網紅艾黎於2017年到泰國動了變性手術 如今成為跨性別YouTuber 她經常通過影片分享有關變性的知識 以及自己的心路歷程 吸引大批粉絲關注 日前艾黎發文坦言 自從動了變性手術後 每天都有人問她相關問題 於是她將網友們的問題歸類後 統整出了無項包括幾歲變性 手術花費變性會不會短命 有沒有看過變性電影 以及是否還有生殖器 對此艾黎搞笑的表示 自己下面還有超大一包 接著也透露台灣的跨性別 如果身份證上是女生 那就代表已經動手術 拿掉男性生殖器了 當時自己的變性手術 總共花了28萬台幣 雖然很多人會認為 這個價錢比想像中便宜 但她直言痛的其實是身體 而不是錢包 天文以來不少網友留言力挺 認為她不能選擇自己的性別 還得花錢承受痛苦 真的很辛苦啊 不可會 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